北韓導彈待命 後日最關鍵 誰跟他們這麼大仇口 又放狗咬 又當是把斑射 只不是北韓 放片出來 證明他們有多準備開戰 美國亦有官員證實 北韓已將兩個母水端中程導彈 放在東岸基地地道準備試射 有分析說 最快可能在後日左右試射導彈 亦有分析指 金正恩選擇於15號 阿爺金日成101歲冥獸那天試射 是想擺脫孤傘和孤掌的控制 樹立管治權威 北韓近來是威是勢 南韓就擔心他們 會派3萬個精銳部隊掛地道入侵 已經加強邊境戒備 還已經派出兩艘神盾級導彈驅逐艦 去東西兩邊水域報防 日本亦會最快在日內向自衛隊發出截擊令 防範北韓導彈射擊 而美國國防部為免觸動到北韓神經 將下星期在加州梵登堡空軍基地 搞的導彈演習押後到下個月 不過有脫筆者北韓前網軍估計 金正恩下一步未必真的會明刀明槍 而是可能發動準備了很久的網絡戰 派3千網軍探援美國電腦網絡 宣示網陣攻擊的實力